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日非联合军演 中国暴跳拖走那条破船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说 中国驻洛杉矶的总领事馆在6月10号的时候发布了一项提醒 表示近期有中国公民透过非正常途径入境美国 遗失个人护照 当中不少人在当地生活困难迫于无奈选择回国 向总领馆申办护照履行证 美国一套防止2019七星冠状病毒感染者入境的规定 5月11号的时候失效 掀起了一波非法移民潮 其中有不少中国人 他们很多是因为不满政治高压 宗教迫害或者是面临经济困境 冒险偷渡美国寻求庇护 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关注报道 这也令中国当局脸上无光 报道表示 中国驻洛杉矶的总领事馆的官网在当地时间的6月9号的晚上 发布了关于通过非正常途径来美中国公民补办护照的提醒 提醒表示 近期有中国公民透过非正常途径入境美国 遗失个人护照 其中不少人因为没有有效的身份证件 没有在美国合法的身份 没有经济收入 在当地生活困难 或者是来美之后实际情况远低于预期 迫于无奈选择回国 向总领馆申办护照旅行证 报道表示 中国驻洛杉矶的总领事馆提醒中国公民 应持有效的中国护照 美国签证透过合法途径来美 确保来美目的与所持护照的种类一致 避免发生入境受阻等性问题 另外提醒还表示 如果护照遗失应该及时的报警 并且向总领馆申请补发 临时来美的中国公民 如果护照遗失被盗墙损毁过期 但又急于回国 可以申请办理旅行证 报道表示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 自2022年10月份起的6个月 已经有超过6500名中国公民 在美墨边境被捕 创有记录以来的最高 比一年前的同期暴增了预15倍 也是这段时期非法移民当中增长最快的族群 中国当局迄今没有对大批的公民偷渡美国表态 而根据路透社报道表示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仅在一封回复查询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 中国政府反对非法移民 还表示这是一个需要各国合作的国际问题 好 再来看一下数头重创党形象 江西官方重拳彻查 来自台湾问题中央社的报道说 江西的一所学院的学生在校内的食堂里面 吃到了一次老鼠脑袋的食安事件 因为当地的官方一口咬定是压脖子 近日在中国掀起了一面倒的直属为压的批评浪潮 事件重创了官方的微信之后 江西省政府在6月10号的时候宣布成立联合调查组 根据中国大陆媒体的报道说 6月1号的时候江西的一所高校的饭食当中 疑似吃出了老鼠脑袋的短视频 在网络当中热传 影片清晰可见 饭菜里面的一块黑色的异物 看起来非常的像老鼠的脑袋 不但有眼睛胡须 还有镊齿类动物的全齿 6月3号的时候 江西的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在其官方微博当中通报说 当时的学生在事发的当时 即邀请同学共同对异物进行对比 确认为压脖子为正常的食物 并且表示该生已经现场做出了书面说明 对影片内容进行了澄清 校方发文之后 被曝光该校的新媒体中心的主任 在学生的群组里面 要求学生按照已经拟好的话语范本 去新闻评论区留言 积极点赞对学校有利的评论 而6月4号的时候 南昌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表示 6月1号当天 该市的高新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派人去核实 拿去专门的检测部门进行送检 有时候看东西形状很像 但是经过工作人员的核实 确实是压脖子 学生改口称不是老鼠脑袋 官方接着认证是压脖子 但是没有拿出更为具体的证明 事件不但没有平息 反而在中国引起了更大的舆论的风暴 网友一面倒的质疑 古有指鹿为马 今有直属为鸭 多家中国媒体相继发文批评 到底是属还是鸭 不该这么难查 长牙的鸭脖令人如梗在喉 质疑属头还是鸭脖 怎么成了罗生门 呼吁当地的官方 别让自说自话的死结越扯越紧 另外 中共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辑胡锡进也强调 如果南昌市的市监局的鉴定准确无误 他们对此充满确信 有必要对该义务进行更为清晰的拍摄 将影片放到互联网上 因为原影片确实太像老鼠了 市监局提供的文字和口头的说法 难以消除原来的影片造成的强烈的印象 公布更为充实的影像证据是很有必要的 能够产生关键的说服力 否则的话网上的怀疑就有其延续的舆论逻辑 但是面对舆论排山倒海而来的质疑 当地的官方仍然没有提出更为具体的事实来堵住悠悠众口 报道表示江西的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也爆出了此前 另外一个校区的食堂里面被老鼠入侵的食安问题 网络影片显示该校学生在鼠头压脖的事件之后 不敢去餐厅吃饭 校门口中午的时候涌现了外卖人潮 直属维押舆论风波重创了当地官方的微信 江西工职院610品安全事件联合调查组 在6月10号的时候通报说 针对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食安问题 江西省已经成立了由省教育厅 省公安厅 省国资委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一些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 下一步联合调查组将及时的向社会公布有关的调查处理情况 报道表示江西就压脖事件成立联合调查组 立即越为了中国微博热搜榜的冠军 多数的网友表示终于等到了 盼望官方能够给出事实求是的调查结果 但是也有不少的网友质疑 真相恐难大白 表示十天了老鼠头七都过了 好再来看一下中国的装甲车京线车臣 众武军援俄国吗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车臣的总统迪卡罗夫 本周将中国制造的装甲车的影片上传到了网络 引发了中国装备恐用于支持俄罗斯军事行动的疑虑 华尔街日报在6月10号的时候报道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盟友迪卡罗夫的加密通讯软件 Telegram的账号在6月7号的时候出现了一支上传的影片 影片当中可以看到没有武器的8辆装甲运兵车 卡特罗夫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当中 为俄罗斯提供兵员和装备 不过这些中国装甲车的用途仍然无法确认 报道表示这些虎式装甲运兵车看起来是设计用于 有限军事作战和警方震报行动的多用途的功能 车顶可以安装武器 由中国的北方军事合约商陕西宝基专用汽车厂制造 中国的装甲车限松车臣的影片也引发了其他的疑虑 包括卡特罗夫上传影片的意图 报道说陕西宝基专用汽车厂没有回应电邮提问 中国外交部则表示不清楚此事 并且强调中方遵守其不拱火不交由的政策 而克里姆林宫在6月10号的时候 也没有立即的答复置评的请求 分析家认为相较于战车 这种轻型装甲车更类似于汉马车 再加上其来源和各方正紧盯着中国 在这场俄乌战争当中的立场 如果它出现在乌克兰 其象征意义可能高于军事价值 华尔街日报无法确认他们于何时 及如何进入车尘以及用途为何 而北京反对西方致力于孤立俄罗斯 还以出口更多的汽车等些方式 加强对莫斯科的贸易关系 并且呼应俄方若干的战时宣传 不过中国没有在乌克兰战争期间对俄罗斯进行武装 而是摆出区域合适佬的姿态 卡特罗夫影片当中出现中国装备 在军事圈里面引发了关注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武器转移计划 资深研究员魏士曼表示 绝对是毋庸置疑 那是中国制的虎式装甲车 这是毫无疑问的 而且他们肯定是到了车臣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表示 装甲车是去年中国第二大出口军品 出口金额为3亿9200万美元 仅次于飞机的7亿300万美元 数据显示中国对诸多国家出口虎式装甲车 从阿富汗柬埔寨到巴哈马 坦桑尼亚等等 好再来看一下全球顶尖高中榜 中国排第三 近90%的富家子女升学欧美 来自香港媒体报道说 胡润百富旗下的国际教育平台胡润百学 在6月10号的时候首次公布了全球高中排行榜 入榜的168所中学当中 美国和英国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 中国内地加香港一共有14所学校上了榜 占到了榜单的8%位居全球第三 上榜的高校当中 上海占到了6所 香港3所 深圳 广州 北京 苏州 和佛山各一所 香港的汉基国际学校排中国高校第一 香港国际学校排第五 香港的红礼书院则排在第12名 据了解2023汇丰 胡润百学全球高中排行榜 列出了全球顶尖的非公立高中 根据毕业生的去向课外活动 还有学校的声誉进行排名 该榜单只包含了 拥有实体学校的非公立学校 上榜学校一共有17万名学生 每年有2.4万名的毕业生 平均每所学校有990名学生 其中33%是寄宿生 140名的学生在毕业班 上榜的学校平均有159年的历史 报道指出中国上榜的14所学校当中 成立时间最早的 是上海美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成立于1912年 另外8所学校为2000年之后成立的 该14所学校当中 每年约有150名的学生 进入了牛津剑桥 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些世界名校 从城市的分布来看 伦敦和纽约分别以26所和24所学校领先 其次是波士顿 华盛顿特区洛杉矶和旧金山 上海排在了牛津的前面 位居全球第七 是上榜学校最多的中国城市 香港次之 而胡润百学的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官胡润表示 这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排名 他说希望他能够为三方面的人群提供参考 第一是在寻找最合适自己的孩子学校的家长们 第二是希望在最好的学校工作的老师 第三是希望更多的了解他们的申请人 来自哪里的大学招生官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显示 中国印度是出口留学高中生的最大来源国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的报告显示 这些高中毕业生当中有150万人出国读本科 其中70%的人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学习 胡润同样也指出 中国和印度是出国留学的高中生的最大来源国 其次是韩国和德国 他说超过八成的中国高净制人群的子女 有留学的规划 出国留学的平均年龄为17岁 英国仍然是最受青睐的留学目的地 美国第二 加拿大和新加坡正在上升 分别排在了第三和第四名 从期望子女就读专业来看 商科居榜首 其次是设计 胡润表示榜单上的中国学校平均成立才30年 短时间之内 中国的世界级高中已经比后面9个国家加起来还要多 而且与美国和英国的差距没有特别的明显 胡润指出 虽然中国国际学校这几年面临政策环境变化的挑战 但是最近20年 这些学校的变化和进步非常大 主要原因首先是人才 即生源和质量很高 他也表示这与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是离不开的 好 再来看一下美国再近两中企的产品 来自青岛日报的西西表示 美国政府在联邦公报发表声明 只从当地时间的6月9号起 禁止从中国打印机制造商纳斯达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设在珠海的八家子公司进口产品 同时也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列入了禁止入口产品企业名单 理由是有关的企业在中国侵犯人权 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另外一份声明当中也指出 华府致力于取消美国供应链当中的强迫劳工 在促进贸易和加强美国经济同时 也会坚持这样的做法 强调不容忍侵犯人权 由于纳斯达以及新疆的中泰化学参与了针对维吾尔族 及其他受迫害群体的商业行为 因此被排除在美国的供应链之外 美国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于2021年12月23号由总统拜登签署之后 在6月21号正式生效 禁止涉及新疆强迫劳动的产品进入美国 至今已经由32间企业被列入了黑名单 好 再来看一下梅西入境中国被滞留机场6个小时 因为签证不对 来自法国的信息表示 在中国享有极高人气的足球明星 梅西在6月10号的时候乘坐私人飞机抵达了北京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表示 他受到了狂热的欢迎 而根据亚洲金融推特表示 梅西因为签证的问题被堵在了北京机场超过6个小时 法新社在6月10号的时候报道表示 数以百计的球迷身着阿根廷10号的蓝白条的球衣 在北京机场高呼着梅西梅西等待他们的偶像降临 另外有数以百计的球迷等在了北京的亮马河附近 梅西将下榻的酒店外面 当看到他们认为梅西搭乘了巴士的时候 这些起初平静拘谨的球迷突然发出了喊声 梅西定于6月15号在翻修一新可以容纳68000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 参加一场阿根廷对澳大利亚的足球友谊赛 然后他将前往雅加达 参加6月19号阿根廷对阵印度尼西亚的友谊赛 根据亚洲金融的推特表示 足球巨星梅西被堵在了北京机场 因为没有办理合适的签证 6个小时过去梅西还在公务机楼里面徘徊 报道说梅西带的是西班牙的护照 而没有带阿根廷的护照 可是中国的主办方只提前办了梅西阿根廷的签证 发信社的报道表示 在6月10号的中午时分 梅西抵达的消息成为了中国微博最热的话题 在评论区的大合唱当中 一位用户写道他绝对想看到梅西 而另外一个人表示 他还在感受阿根廷赢得世界杯那一刻的激情 另外根据中国媒体报道说 这是梅西第七次中国之旅 上一次是在2017年 这场比赛将标志着国际足球 在经历了三年的疫情之后重返中国 而之前的限制使得中国的体育场空无一人 并且导致了一系列的体育赛事的取消 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的16强比赛当中 阿根廷队曾经以2比1击败了澳大利亚队 而这一次在北京公体的比赛 将是澳大利亚队寻求翻身的机会 美西已经选择离开巴黎圣日尔曼队 转向了美国的足球职业联赛 曼阿密国际队的效力 好 再来看一下美日飞联合军演 中国暴跳拖走那条破船 来自台湾媒体的报道表示 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进行公告 菲律宾同美国日本 在巴丹省的马利维莱斯港口附近海域 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联合军演 对此中国媒体在6月10号的时候暴跳喊话 说要拖走菲律宾位于仁爱礁的马德雷山号 根据中国媒体敏锐观察报道说 美国菲律宾韩警卫队这一次举行联合演习的地点 是巴丹半岛附近的海域 而菲律宾的发言人巴里洛表示 本次军演是美日提出的建议 美日飞一共出动了400名的士兵参加演习 他还强调澳大利亚将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演 早些时候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斯下令 在南沙设立浮标 迎接到中方强势反击之后 菲律宾引入了美日力量 以便在南海对抗中国 对此敏锐观察怒称 菲律宾的马德雷山号在仁爱礁做了20多年 之前中国出于大局考虑 只是呼吁舰队离开 静静的等待他离去 而现在中国能以菲律宾在南海演习的契机 拖走马德雷山号 而中国媒体敏锐观察还表示 既然菲律宾选择加大在南海的挑衅活动 那么中国有充分的理由就把握这个机会 报道表示 中国当局之前授权海警 可以在南海抓捕外国人 也曾要求菲律宾自行 将马德雷山号从仁爱礁附近拖走 否则将进行处理 中国并表示 从6月15号开始就会开始采取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